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卢文波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三千学术词汇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词根叫做CAP CAP的这个词根呢 我认为它的核心含义是拿 如果你背个十个八个单词都是以CAP结尾 你发现它好像都有这样的一个含义 中文我写了这个拿,为什么呢 因为它底下有一个手 手最主要的就是用来拿东西 所以CAP你姑且把它理解成拿 我们后面有很多的词汇去证明这一点 比如说capable,有能力的 你能不能拿得住它,想得住它 这是我们称之为capable 它的常见搭配是be capable of doing something 就相当于be able to do,特简单 capacity,capacity呢可能是人的某种能力 同时它本质是说它能不能容纳什么什么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capacity 比如说我们墨尔本也是整个澳洲最大的渠场 MCG,有一个十万观众的容纳能力 have a capacity of 100,000 audience 下面capture,那么称之为抓住 那么后面ure呢是一个名词或者动词后缀 那么t呢在这里呢就是衔接的 那么我们真正的词根是cap cap就是哪 那么我们看一下手中文的这个抓 对吧,踢手旁,后面是爪子 那么手都是爪 所以跟中文和英文在这个单词上 实际上是完美的,是统一的 那么下面一个单词叫capitive 那么ive结尾呢可能是一个名词的后缀 那么capitive在这里名词是一个战俘 就是被抓住的人,我们称之为capitive 那么战俘除了capitive之外还可以表示 用哪些词表示呢 比如说POW,我们称之为prison of war 那么美军当中有一个经典叫做homeland 国土安全特别棒 要想了解这个战俘啊反恐啊 可以去看一下,很棒 呃,我们来看下面一组 captivate,动词,俘获,拿货,抓货,captivate 那么比如说某个景色让你震撼 叫captivate,your heart,captivate somebody 那么有的时候被动 他被这个女的美色所俘获 he was captivated by her beauty captivating,形容词吸引人的 captivating 那么我们关于吸引人的漂亮的美丽的 有很多很多词汇 比如说appealing,gripping gripping是特别抓人的 alluring,我们说夜色撩人 666,alluring,是吧 吸引人的 下面caption 是这样的一个小的字幕 我们现在用那个youtube 里还有一个state这个标志 就是我们讲的caption 因为这个我认为啊 cap 它实际上是一个头 就是强计吧 这个个别的词也没办法 好,subtitle title是标题 sub底下的标题 所以称之为小的字幕 text文本 不能光说 来几个文本 这也是字幕的含义 好了,那么这一组 我们就到这里 看一个图片 好,这个人手被捆起来了 我们称之为captive 或者POW Prisoner of War 是吧 好,我们继续 那么这个景色太美了 是吧 captivating view 这种简单 captivating 动词captivate 好了,那么今天 我们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请关注我们的网站 文博.tv 我是陆文博 那么个人微信号在左边 右边是我们的公众微信号 感兴趣的可以加一下 我每天会 跟大家推送 一些英语学习方面的 好的资料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